鋼鐵車廂走到旁都會看到的 紅色緊急按鈕上頭還有護蓋寫著 非緊急事故禁止開啟使用 但有民眾目擊在社群發文表示 一位女乘客疑似坐過站 竟然伸手按下了緊急按鈕 害整輛列車停了下來 把緊急按鈕當成下車鈴亂案 事發就在彰化高鐵站 中午奢典多822車次被上列車 因為在發車後有旅客誤按緊急按鈕 導致列車臨時停車 列車人員確認非緊急事故後繼續前進 造成發車延誤兩分鐘 你那鈕是讓整台車停住 對對對 那還蠻誇張的 對他個人來講可能是緊急 可是對於一般社會大眾來講 那不就從事件 民眾發文後還有其他乘客回問說 自己就是當事人 上車後發現位置被占了 對方還拿車票給他看 發現地點就是彰化站 提醒他之後馬上衝去按了緊急按鈕 讓他超傻眼 就是到台中嘛 我就在1.5分來就好 下車就好 對此高鐵表示緊急按鈕 警線危害安全事故使用 更不是下車鈴 呼籲民眾不要亂按 否則恐怕觸犯社違法以及鐵路法 最終可以處1萬以上 100萬以下罰款 此次事件沒有影響其他車次 而乘客按下緊急按鈕的動機 也將交由警方調查釐清 追究法律責任 TVBS新聞陳志忠彰化採訪報導